第六章 祭司旨的变化 希伯来书第七章 一字二十八节 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缠然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撒拜周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尺十分之一给他 他图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孙之死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留了的上等之物 尺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顿的尊贵呢 纳德祭司执任的立位子孙 领命赵丽向百姓尺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C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赵丽尺十分之一 独有麦基西德 不与他们同仆 导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重来为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倒的礼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说 他是活着的 并且可说 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西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走的身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 受律法 倘若借着这职任能得完全 又何让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 照麦基西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是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本属别的支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轴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 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西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守肉体的条律 乃是照无虫之生命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西德的等次荣为祭司 先前的条律 因为远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着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治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势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走起了事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祭司 祭司起势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宿目本来度 是因为有死走隔 不能长久 这位祭司容忍长存的 他的祭司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传染活着 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软离罪人 高顾周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宁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实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远入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后起事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耶稣做了天国里的祭司 谁更优越 是大祭司麦基喜德 还是亚伦后代的世俗祭司呢 是大祭司麦基喜德 在旧约圣经中 有一个大祭司叫做麦基喜德 在亚伯拉罕时代 基大老马和所有与他同盟的王 都履略了索多玛和俄姆拉 所有的财产 亚伯拉罕塞林在他家族里出生 且训练有数的仆人上了战场 与基大老马及其联盟战斗 在那里 亚伯拉罕击败了 吉以兰王基大老马 和所有与他同盟的王 带回他的侄子 罗德和财产 在亚伯拉罕击败敌人 吉大老马返回后 撒冷王麦基喜德 和至高神的祭司 拿出饼和酒 为亚伯拉罕祝福 亚伯拉罕就把 所得的十分之一 拿给了麦基喜德 创世纪第十四章 圣经详细地述说了 吉大老马及大祭司 大祭司麦基喜德 是和平王 义王 无父 无母 无家戏 既无生命的其实 也无生命的终结 就如同神的儿子一样 他不断地做着大祭司 圣经要我们比较一下 新约圣经中 耶稣的祭司旨 和旧约圣经中 大祭司亚伦的祭司旨 仔细思考一下 耶稣基督的伟大之所在 因为他是麦基喜德 后代的大祭司 利未的后代成为大祭司 从他的名中收持十一岁 继他的兄弟 甚至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当亚伯拉罕将十一岁 给大祭司麦基喜德时 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就这圣经中 大祭司比耶稣伟大吗 这在圣经中有解释 耶稣比世俗的大祭司伟大吗 谁能受他的恩典 希伯来书的作者 一开始就为我们 讲述了这一点 从来未分大的 给未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倒的理 亚伯拉罕因大祭司 而受到了恩典 我们如何顾信仰生活 我们应靠旧日圣经中 会莫中的献祭制度 依赖神的戒律而生吗 还是依靠 借谁和圣灵做献祭 作为天国的大祭司 降临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或者受到祝福 或者受到祖祝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可依靠神的道而生 并每天做献祭 或者也可以选择耶稣通过水和血 献祭了自己赐予我们的拯救 我们必须在二则中选择其一 在旧约圣经时代 以色列民敬重亚伦和利未的后裔 在新约圣经时代 如果有人问我们谁更伟大 是耶稣还是亚伦后裔的祭司 那么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会回答耶稣 虽然人们知道这个事实 但很少人在信仰中会遵循 圣经地这个问题 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答案 它告诉我们 来自不同部落 这个部落同位有人在祭坛做过事的耶稣 接受了天国的祭司旨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是更改 神通过摩西赐予以色列民613条戒律 摩西告诉人们圣律法而生 人们同意那样做了 为什么神搁置了第一套律法 创立了第二套律法呢 因为人类太软弱了 不能胜第一套律法而生 圣经在摩西五书中记录了 以色列民发誓圣神的律法而生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属纪和生命纪 神向他们宣布了每条戒律 他们对于每条戒律都毫不犹豫地说 是的 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生命纪后 从约收雅纪之后 人们从不按照神的律法而生 从士师纪到立王纪上和立王纪下 他们开始不信任他们的领导 之后他们堕落并改变了会幕献祭制度 最后在马拉基书 他们带吃不适合做献祭的动物献给神 尽管神已经指导过不可献上有残疾的动物 他们恳求祭司 请忽略他吧 请接受他吧 相反他们没有根治神的律法做献祭 任意的做改变 在旧日圣经时代 以色列民从未遵循过神的律法 甚至一次都没有 他们忘记甚至忽视了这个制度所揭示出来的拯救 所以神必时改变献祭制度 神在耶利米书中说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优大家另立新约 让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书第31章31-34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优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增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走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首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芝和自己的兄弟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是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子耶和华说的 神说他将创立新约 他已经与以色列民立下了一套新约 但以色列民不能胜从神的道而生 所以神决定和他的子民设立一套新的拯救立约 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 我们只拜你 是你的道和借力而生 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 以色列民说 当然我们绝不拜其他任何神 你对于我们来说是唯一的神 对于我们绝没有别的神 但是他们没有遵循誓言 律法的核心是实戒 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做精灵的神像 牢记当手的安息欲和保持圣洁 不可罔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出埃及记二十章 十戒律在细分成为他们必是 终身遵守的六百一十三条 不失于女儿的事 不失于儿子的事 不失于继母的事 神的律法命令他们所行 所有的善事 不可做任何恶事 这些就是十戒律和六百一十三条 但传染力中没有一个人 遵守了律法的所有条款 所以神决定用另一种拯救方法 将他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祭司职什么时候变化的呢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后 祭司职变化 耶稣从亚伦的后代 所有的大祭司手中 接过了祭司职 他搁置下会幕的献祭制度 这是立位后代祭司的固有权利 他独自一人承担了 天国里大祭司的职位 他降临到这个世界 不是作为亚伦的后裔 而是作为优大的后裔 他借着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把自己献了 从而将传人类拯救出了罪孽 献了自己 他才能为我们解决罪孽的问题 他借洗礼和学 清洗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他一老容易地为罪孽 做了冗恒的献祭 在祭司职改变的同时 也改变了律法 什么是被改变的拯救律法 耶稣基督的冗恒献祭 亲爱的朋友们 旧约圣经里的祭司职 是新约圣经里改变的 在旧约圣经时代的立位家族 亚伦后裔的大祭司 做献祭为以色列民守罪 大祭司能进入至圣所 他带着献祭动物的血 走到神的日座前 只有大祭司能走到 为子后面的至圣所 在耶稣降临后 亚伦的职位就全给了他 耶稣接过亚伦的职位后 他奉献了自己 做了冗恒的祭司 使全人类都从罪孽中得救了 在旧约圣经里 大祭司还必是将手 按在公牛的头上 收回自己的罪孽后 才能为他人守罪 他通过按手斩架他的罪 说 神啊 我已经犯罪了 然后他杀死动物 并将血洒在日座上 和日座前七次 如果大祭司亚伦自己不完善 你可以想象 以色列民是多么的脆弱 这位列位家族的一个儿子 大祭司亚伦自己 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他必是奉献 公牛收回他自己 和家人的罪孽 耶和华在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说 我要铺立约 我与你立了约 但你未能遵循 所以我要搁置这套 不能圣化你的约 赐你一套新的拯救之约 靠我的戒律不能拯救你 我宁愿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 赐你拯救 于此神赐我们新的立约 时间到来时 耶稣就以人的模样 降临到世界上 献了自己 以斩架天下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以拯救所有信仰他的我们 他借洗礼 斩嫁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神的律法被搁置 并被耻带了 如果以色列民 按照神的律法赤生活 他们肯定得救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神要以色列民认识到 他们是罪人 律法不能拯救他们 神通过水和圣灵的拯救之法 拯救了他们 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工作 出入无限的爱 神赐我们新的立约 借水和耶稣的血 将我们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 拯救了出来 如果你信仰耶稣 却不知道耶稣的洗礼 及其血的意思 那你的信仰就白费了 如果你那样做了 你会比完全不信仰耶稣 还要痛苦 神说他必是立一套新约 才能将人类成罪孽中拯救出来 结果我们现在得到的 不是靠我们工作的律法 而是靠通过水和血得救的毅力 他做了应许 并兑现了对信仰耶稣的 我们所做的应许 他为我们讲述了耶稣的伟大 他把耶稣比作旧约圣经中的 亚伦后裔的祭司 以向我们显示他的伟大 我们因信仰了借谁和耶稣的血 得拯救成为特殊的人 请仔细想一想吧 无论你的牧师多么博学多才 能言善谈 他怎么可能大顾耶稣呢 别无他法 我们只能靠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 而简单的圣诚神的戒律 绝不能得救 因为祭司旨已经改变 拯救自律也改变了 神的爱的优越性 哪一个更优越呢 神的爱还是神的律 神的爱 只有在我们信仰了耶稣时 我们才能得救 要知道耶稣是如何拯救我们的 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伟大 那么信仰神的律 与信仰神伟大的爱之间 有什么差别呢 律法主义则强调他们自己宗派教义 和个人经历圣古神的道 精神信仰耶稣就是信仰 借谁和圣灵实现的伟大拯救 即使今天 使多人仍说他们的原罪已经得到宽恕 但他们必是每天为日常罪忏悔 使多人相信这一点 并试图靠旧约圣经中律法而生 他们依然不知道这位 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的拯救 是多么的优秀 在旧约圣经中 以色列民必是靠神的律法才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救 但他们没能得救 由于神知道我们的弱点和不足 他搁置了律法 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 只要不能得救 耶稣说 他将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我们 他说 我要亲自将你们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神在创世纪中就预言过了 女人的后衣要伤你的土 你要伤她的脚跟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后 他们二人为了隐藏罪孽 就用无花果的叶子做了外衣 但神召唤他们 又制作了皮衣作为拯救的象征 创世纪谈到了两种拯救的外衣 一种是无花果的叶子 另一种用皮制作 你认为哪一种更好呢 当然是皮衣更好 因为动物的生命是用于保护人类的 无花果的外衣很快就会被磨破 你知道 无花果的树叶看起来像一只手 有五个手指头 所以穿无花果树叶做的外衣 意味着隐藏自己的罪孽 如果你穿了无花果树叶做的外衣 并坐下来 树叶很快就会被磨碎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常用逐日的叶子做成盔甲当士兵 但无论我多么小心地掺带 一天玩下来总是破烂不堪 同样 人类脆弱的弱体 也不可能实现圣化 但水和水的拯救 即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死亡的拯救 足够见证神爱之伟大 这就是神之爱优越于神之略的地方 人就信仰神的律法的人 为什么律法学家每天让他们的行为做新衣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能使他们成为艺人 用无花果树叶做一的人过着律法做一则的生活 这些人受误导的信徒必时频繁地编换他们的衣服 他们每周日上教堂时都必时做新衣 亲爱的神 我上周犯了太多的罪 但主啊 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 主啊 请容十字架上的血清洗我的罪孽吧 就在此时此地 他们又缝制了一套新衣 主啊 赞美神吧 哈利路亚 但是 他们不久又要在家里做另一套新衣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旧衣已经穿破了 亲爱的主 我在过去的三天又犯罪了 请宽恕我吧 他们反复制作 穿上忏悔的新衣 开始时新衣可能穿几天 但不久 他们觉得每天就是要换一套 由于他们绝不能靠神的律法而生 他们为自己感到羞耻 呀 这太令人难堪了 主啊 我犯罪了 他们必时做忏悔的新衣 哦 主啊 天天要制作无花骨授业的外衣太困难了 他们努力工作 为的是缝制一套新衣服 无奈这些人什么时候叫换神 多是为了坦白罪孽 他们咬紧嘴唇 对神叫喊 主啊 并每天制作新衣 那么当他们脱下外衣又会怎么样呢 一年一次或者两次 他们会上三进食 他们希望制造一套坚强牢固的外衣 主啊 请清洗我的罪孽吧 请让我更新吧 我信仰你 主 他们认为最好在夜里祈祷 所以他们白天睡觉 但只要天一黑 他们就用尽力气 紧紧握住树枝 或者来到黑洞里 对走大叫 主啊 我相信 悔改 悔恨之情 充满我的内心 他们大声忏悔 祈祷叫喊 我相信 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 制作一套特殊的外衣 希望能缠时间的掺着 但他们绝不能 哦 三上祈祷后下来 是多么的精神充沛啊 宛如一阵清风 或者是一阵春雨 洒在树上和鲜花上 他们的内心 充满了和平和万能神的荣耀 他们觉得比三菱还要沉洁 他们穿着特种新衣 面对世界 但他们一到家或教会 开始生活时 外衣又变脏了 开始破损了 他们的朋友问 你到哪里去了 呀 我离开了一会儿 你看上是素了 对的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 他们绝不会泄露出 他们的进食秘密 他们紧紧上教堂做祈祷 我绝不贪婪女色 我绝不撒谎 我绝不贪恋人的房屋 我要越爱缠人类 但只要他们一看到丰满苗条的女人 他们内心圣洁 展眼之间就变成了强烈的欲望 看裙子那么短 裙子越来越短了 我看到那些大腿了 哦不 主啊 我又犯罪了 略法族裔则把自己看成是虔诚的 但你应知道他们必时每天做新衣 略法族裔则信仰无花果的树叶 即错误的信仰 使多人努力按照神的略法虔诚的生活 他们在山顶上扯开嗓门的吼叫 使他们的声音听起来相当的虔诚 略法族裔则在教会里执行祈祷会时 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国里的圣父啊 我们过十一周里已经犯罪了 请宽恕我吧 他们眼力独眶而出 其余的会众该着这么做 他们想 他必时在山上花长时间祈祷和进食 他们听起来是多么的虔诚和信实啊 由于他的信仰基于律法 在他的祈祷还没有结束时 律法族裔则的内心就充满了自傲和罪孽 当人们用无花果树叶编制特种新衣时 他们可辞世两至三个月 不久之前新衣服就会破损 他们又必时再做新衣 既是他们伪善的生活 这就是律法族裔则的生活 他们胜律法而生希望得救 但他们必时不停地制作无花果树叶的新衣 律法族裔则就是无花果树叶的信仰 律法族裔则告诉你 你在故事一周已经犯罪了 是吗 那么就忏悔吧 他们就低声对你教导 忏悔吧 祈祷吧 律法族裔则知道如何使他的声音感加神圣 主啊 对不起 我没有胜律法而生 我没有遵循你的戒律 宽受我 主 请再宽恕我一次 他们绝不能靠律法得生 尽管他们荣感地这么做了 事实上他们在挑战神的律法和神自己 他们在神面前是傲慢无礼的 屈都伯之流 为什么神搁置了律法 因为他无意于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屈都伯 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 共产主义战士命令他在安息域打扫院子 为的是要他排除坚定的宗教信仰 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但这位宗教青年拒绝了他的命令 尽管他们一再坚持 但年轻人再次拒绝了 最后士兵将他绑在树上 用枪指着他说 你哪件事想做 扫地还是被杀死 他被迫做出了选择 就说 让我在安息域干活 我宁愿吃死 于是他被枪杀了 后来教会领导追认他为执事 为的是纪念他坚定的宗教信仰 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被误导的 他为何不能扫地 并同时向这些士兵传授福音呢 他为什么这么固执 并为此死亡呢 神会因为他在安息日没有干活 而赞美他吗 不会 我们应过一种精神生活 在神面前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行为 而是我们的信仰 教会的领导要赞美像吃都博一样的人物 是因为他们要显示自己宗派的优越性和正统性 这就好像挑战耶稣的伟善的法利塞人 我们从律法主义者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应学习精神的信仰 我们应思考为什么耶稣必是受洗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并探究死和圣灵福音的性质 如果传教士教你 要像年轻人吃都博那样守安息日 他只不过是希望你在星期天上教堂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 有一个妇女必是经过多次的考验 才能在周日上教堂 她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 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她上教堂 他们告诉她星期天要干活 但她在周六的晚上就下地 在月光下干活 这样她的家人就找不到 走劳她周日上教堂的理由了 当然 上教堂是重要的 但如果仅仅每周日吃拜神 表示一下我们的信仰是远远不够的 真信徒应重生与死和圣灵的福音 一个人重生了才开始有真信仰 借神的律法而生 你能从罪孽中得救吗 不能 我们不是教你忽视律法 而是让你们知道 人类不可能遵循神的律法所有条款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说 因为凡真属传律法的 只要在一条上跌倒 她就犯了重条 因此 请首先想一想 你怎么才能重生与死和圣灵的福音吧 然后到能听到福音的教会里去 重生后你就能过上一种信仰的生活 那时 在主召唤你的时候 你就能欢乐地走到神的眼前 上错了教堂是在浪费时间 做了错误的献祭等于浪费钱财 假牧师不能阻止你下地狱 请先听一下重生与死和圣灵的福音吧 想一想耶稣降临到这个世上的原因吧 如果圣神的律法而生就能上天堂 那耶稣就不可能降临到地球上了 他来了以后 祭司职发生了改变 律法主义者成了昨日的往事 在我们得救前 我们会认为圣着律法就能得救 但这并不是真信仰的标记 耶稣借他的爱 洗礼的水 血和圣灵 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拯救了我们 他借于荡荷的洗礼 十字架上的血和复活兑现了我们的拯救 神搁置了原先的律法 因为人们故于染肉和无肉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更美的指望 靠着这指望 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至二十节 耶稣借他的洗礼和学 将我们从所有的罪孽中拯救出来 律法主义者的圣难 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死亡 唯一真正的信仰 就是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时只有能接硕果的信仰 你认为哪一种信仰有益于你的灵魂 是平凡上教会 圣律法而生呢 还是上传播重生与随合圣灵福音的神的教会 使你得重生的那个教会 哪位牧师更有利于你的灵魂呢 仔细想一想 选择有益于你灵魂的吧 神通过牧师拯救你的灵魂 牧师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每个人都必是为自己的灵魂负责 真正明智的信仰会把灵魂交付给神的道 耶稣起世后成为了祭司 是不是列位的后代通过起世成为了祭司 不是 只有耶稣通过起世成为了祭司 希伯来语第七章20-21节说 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至于那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祖起了事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诗篇110章第四节说 耶和华起了事绝不后悔 说我是照着麦基喜德等次 永远为祭司 于是耶和华立了事 他和我们立了约 并通过神的语言展示给我们 我当依照麦基喜德的次等 做永远的大祭司 麦基喜德是义的大王 和平之王和永远的大祭司 我将依照麦基喜德的次等 成为拯救的永远大祭司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更美之约的中宝 希伯来书第七章22节 他不是献上公牛和三羊的血 他把自己作为献祭献了 受习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 在旧日圣经时代 当大祭司的死后 他的儿子会在三十岁那年 接受祭司职 当他年老 他的儿子到达三十岁时 他就把祭司职全给儿子 大祭司有史多后代 所以大卫就建立了一套制度 让他们冷流奏装 由于亚伦所有的后裔 都被指定为祭司 他们都有权利和义务 承担祭司职 路加福音说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和礼仪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 永远做了祭司 他是作为好事来临的 祭司降临世上 他兑现了重生与随和圣灵的拯救 亚伦的后裔是软弱和不足的 大祭司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的儿子会接雇大祭司的职位 他这种牺牲 对确保人类的拯救 是软软不够的 来自人的信仰 绝对不是完整的 在新约圣经时代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但他无事不停地做献祭 因为他是冗生的 他借洗礼 永远地斩架了我们的罪孽 他献了自己 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使所有信仰他的人 完全赦免了罪孽 现在他就活着 坐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做见证 亲爱的父 他们仍然不足 但他们信仰我 我不是很久之前 就斩架了他们所有的罪孽吗 耶稣是拯救我们的 永远的大祭司 世俗的大祭司 绝不会是完美的 当他们死时 他们的儿子 接雇祭司指 我们的主冗生 他降临到这个世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然后为我们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实现了永远的拯救 这些罪孽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希伯来说 第十章十八节 耶稣会见证我们的拯救 直到时光结束 你已重生日随和圣灵了吗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周天的大祭司 远是与我们合宜的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 律法本是立远肉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立法以后启示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纯传到永远的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八节 我想告诉你的是 毫无缺陷的耶稣基督 借洗礼的水和十字架上的血 一劳容易地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祂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 并不是靠工作之律 而是靠斩嫁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永远地结束了审判 你信仰耶稣借永远地拯救 从所有的罪孽中拯救了我们吗 如果你相信 那你就得救了 但如果你不相信 你仍要更多地学习耶稣永恒的拯救 真信仰来自随和圣灵的福音 严格按照圣经 耶稣基督 这位天国里永远的大祭司 靠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 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世主 我们必是确定地理解我们的信仰 信仰耶稣是什么意思 就是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我们必是思考一下如何以政策的方法 信仰耶稣 摆正我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政策的信仰耶稣呢 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就能做到 政策的信仰就是信仰耶稣的工作 他的洗礼和血 不要添加自己错误的思想 你相信吗 你的精神状况如何 你依赖自己的工作和努力吗 我信仰耶稣时间不长 但我却因略法主义而受了十年的折磨 最后厌倦了这种生活 我甚至不愿意想到那段时光 现在我的妻子就坐在我身边 她知道那对于我们曾经是多么的恐怖 星期天我常说 宝贝 今天让我们尽情享受一番 但今天是星期天呀 她甚至连衣服也不洗 有一个星期天我的裤子破了 但她告诉我得等到周一再说 事实上 我更坚持认为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安息日 但是太难了 我们从未在星期天好好休息过 因为要正确地守安息日太难了 我仍然记得那些时间 亲爱的朋友们 要正确信仰耶稣 我们必使信仰借耶稣的洗礼 及其十字架上的血 对我们纪念的守罪 正确的信仰就是 相信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 真信头信仰他所有的语言 信仰耶稣是什么意思 就是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血 多么简单呀 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一切 就是阅读圣经 信仰福音 我们应全部以正确的方法信仰 谢谢你 主 我现在发现那不是靠我的努力实现的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 我现在理解了 我想律法是好的 因为那是神的戒律 我应尽力靠他而生 我非常努力直到今天 但想到圣律法而生 我发现自己错了 我发现绝不能遵循神的律法 因此 通过神的律法 我现在认识到我内心充满了邪恶的思想和罪性 我知道神灌输我们的律法 是叫我们知罪 哦 谢谢你 主 我误解了你的旨意 并努力遵循律法 我简直太无知了 我忏悔 我现在知道耶稣受洗并为我的拯救流血 我相信 你必是坦白真诚的信仰 你只因信仰圣经里所书写的语言 这是你能完全重生的唯一方法 什么是信仰耶稣 这是我们在某一时期必须完成的事情 我们的信仰是你必是为自工作的宗教吗 人们造出来十多神 他们还必是创造出宗教为服务这些神 宗教是人类通过工作到达某一目标的过程 是人类的人词 那么什么是信仰 它意味着信仰神 尊敬神 我们尊敬耶稣的拯救 感谢祂的恩典 这就是真信仰 这就是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差别 一旦你能吃别这两者 那你对信仰的理解就能一百分了 没有重生的神舌子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信仰耶稣并虔诚的生活 仅靠虔诚就能做到信仰吗 当然我们必是好人 谁能比我们这些重生的人 能过更虔诚的生活呢 但其关键是 他们在和罪人们说话 在普通人身上有十二种罪念 他如何能虔诚的生活呢 当然他的思想或是能理解 必是做什么事 但是他的内心却做不到 当一个罪人不出教堂时 虔诚生活就只能成了理论 他的本能会促使他犯罪 因此 我们必在内心决定 我们是否要顺律法而生 或者靠信仰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学得救 信仰天国里荣愿的大祭司 请牢记耶稣对信仰他的人 是真正的大祭司 让我们认识 并借信仰耶稣的洗礼机器 在十字架上的学得救 重生人并不置怕世界末誉 为什么重生人不怕世界末誉 因为他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使他们脱离了罪孽 当你真正重生时 你就不会置怕世界主向末誉 韩国的使徒基督徒称 1992年10月28日是世界的末誉 他们说 那是一个多么喧嚣和可怕的日子啊 但结果他们所讲的话全部都是错误的 真正重生者则虔诚地生活着 全播福音直到最后的时刻 当这个世界来到末日时 我们所必是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当新郎来时 真正重生的新娘就会欢乐地迎接他 说你终于来了 我的肉体是不足的 但你爱我 将我从所有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所以我的内心没有罪了 谢谢你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是所有义人的新郎 婚礼之行是因为新郎爱新娘 而不是相反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相反的情况 但那是在天国 使新郎决定要不要结婚 使新郎依据他的爱和拯救的奉献 选择了结婚 不管新娘如何 天国里的结婚就是这样定的 新郎知道所有的新娘 因为他深爱的新娘是这些罪人 他可怜他们 并借洗礼及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将他们从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作为亚伦的后裔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做世俗的献祭 有大量的立位人 继亚伦的后裔来做这项工作 事实上 旧约圣经中献祭的主要特点无非是耶稣本身 因此当真事发生时 隐儿会怎么样呢 当耶稣降临到这个世上时 他从未像亚伦那样做过献祭 他通过受洗 为了罪人的拯救而流血 从而献了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兑现了拯救 对于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血的人 拯救是无条件的 耶稣并不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方法收回我们的罪 他说的明白 我就是道路 是真理 生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用他的洗礼 死亡和复活拯救了我们 我要做你的救世主 我们当如何响应新的立约呢 我们必是在内心相信他 并向全世界传播 我们在天国内的主 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 我做你们的救世主 我当借随和学 使你完全脱离天下所有的罪孽 我定远赐福给那些信仰我的人 你相信神如我们立的新约吗 当我们信仰了立约的真理 以及戒随和学的拯救时 我们就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了 如果医生不能正确地准断我们 我们就不会相信他 医生必是首先正确地准断他的病人 才能开出合适的药方 药的肿力繁多 但他必是精确地知道 当用什么药 一旦医生正确地准断了他的病人 就有多种药可以治病 如果误诊 所有的两药都会加重病人的病情 同样 当你信仰耶稣时 你必须根治神的道 乱断你的精神状态 当你根治神的道 检查自己的精神时 你能明确地看清你的精神状态 精神医生能毫无例外地治他的病人 他们都能重生 如果你说 我不知道师父守罪了 那意味着你还没有得救 如果牧师真是耶稣的门头 他必定能够为他的信徒解决罪孽问题 然后他才能即时解决他们的信仰问题 并在精神上领导他们 他必须能看清信徒的精神状态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斩驾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他降临后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 当他为罪孽受罪时 他会遗漏掉你的罪孽吗 谁和圣灵的道消除了所有信徒的纪念 福音如同炸药 他会推回高楼甚至大山 耶稣的工作是政策的 他借谁和圣灵的福音 消除了所有信仰他人的纪念 让我们像圣经里所描述的那样 看待谁和圣灵的福音吧 旧约圣经中的按手的福音 什么是旧约圣经中按手的目的 目的是将罪孽斩架到 守罪季生身上 让我们阅读一下 《立位记》第一章 三字四节中对守罪福音真理的描写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凡季 就要在会幕门口 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他要按手在凡季生的头上 凡季便蒙悦纳 为他守罪 这段话告诉我们 在守罪生的头上按手后 应在走的面前 在会幕的大门口做凡季 献祭因此没有残疾的活的动物 在旧约圣经时代 罪人必是将手按在祭品头上 守回他的日常罪 他在耶和华面前杀死守罪季生 祭司持一心血洒在凡祭坛的脚上 然后他又将其余的交在祭坛的地上 这样就宽受了一天的罪孽 对于一年的罪 历未记十六章六字十节是这么写的 亚伦要把守罪季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守罪 也要把两只公三羊 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为那两只羊 沾揪 一揪归于耶和华 一揪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沾揪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守罪季 但那沾揪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容易守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里去 归于阿萨谢勒 历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字三十节 是这么写的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之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以做 这要做你们容软的定力 应在这日 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解禁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解禁 吐尽一切的罪迁 这一天是以色列民 收回一年罪孽的时间 那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大祭司必是参加献祭 谁是代表以色列民呢 亚伦 神指派亚伦 以及他的后裔 这位大祭司 亚伦献公牛 为自己和家人守罪 他杀死公牛 将血洒在日咒上 和日咒前七次 他们首先为自己和家人守罪 守罪意味着 将一个人的罪孽 斩驾到守罪祭身上 让守罪祭身 替自己死亡 罪人才是应该死亡的 但他能将罪孽 斩驾到守罪祭身上 让他替自己死亡 从而收回了罪孽 在他和家人的罪孽 收回后 他就要在神面前 献上三羊 同时将另一头三羊 放到旷野里 作为以色列民的替罪羊 一头三羊 是作为守罪祭身献上的 亚伦将手按在 守罪祭身头上 并承认 哦 主啊 你的以色列民冒犯了 你律法的十戒和613条 以色列民已成为罪人 现在我将手按在三羊头上 来斩驾他们一年来 所犯的罪孽 他割开三羊的喉咙 带着血进入会幕里的制圣所 然后他将一些血 洒在日奏上和日奏前七次 在制圣所内放着约柜 约柜的盖上叫做日奏 里面有两石板立约 一罐金玛纳 发拉牙的亚伦的杖 亚伦的杖象征着复活 两石板立约象征着他的工艺 金罐玛纳象征着生命的道 约柜上有一个盖 血洒在日奏前七次 尤尔在大祭司禅袍的边缘上 挂着使徒精灵 当他洒血时 这些精灵就叮当作响 立位纪第十六章十四十五节说 也要取一线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安座的东面 又在施安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随后他要载那位百姓 做手最继的供三羊 把羊的血带入蔓子里 弹在施安座的上面和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每当他洒出撒羊血时 这些精灵叮当作响 所以聚集在门外的以色列民 都能听到声音 有些守贼必识通过大祭司 铃声意味着他们的罪孽 已经得到宽恕 这对所有以色列民 是一种恩赐的声音 听灵想过七次后 他们说 现在我得赦了 我一直为一年来的罪孽担心 现在我感觉自由了 然后人们又回到生活中 完全没有罪孽 那时的铃声 就如同重生与随和圣灵的好消息 当人们听到随和圣灵守罪福音 并用心相信他 用贼承认他时 那就是随和圣灵福音的全部 当铃声响过七次 以色列民整年的罪孽都得到了清洗 他们的罪孽在神面前得清洗了 在为以色列民献上三羊后 大祭司就牵着另一头三羊 走到等在会幕外面的人城中 就在他们的注目下 大祭司亚伦将手按在另一头三羊头上 列位纪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 亚伦两只手按在三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周般的罪过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手派自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大祭司亚伦将手按在另一头三羊的头上 在神面前承认以色列民 整年来所犯的罪行 哦 周啊 以色列民在你面前犯了罪 我们触犯了你律法的十诫 和所有六百一十三条 哦 周啊 我要将以色列民整年来所犯的罪孽 都斩架到这头三羊头上 根治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 罪孽记录在两个地方 一处在工作本里 另一处是他们的心板上 所以 如果人们要赎回他们的罪孽 他们的罪孽必是从工作本和心板上被抹去 在赎罪节上 三羊的罪孽就记录在了审判书上 其他人的罪孽就记录在他们的心板上 在旧日圣经里 神通过献祭制度要告诉以色列民什么 以旧事主降临到世间 以最合适的方法一劳容易地清洗了他们的罪孽 通过将手按在三羊头上 大祭司向人们守势 他们一年来的罪孽都斩架到三羊头上 当罪孽斩架到三羊头上时 由合适的人将三羊引入旷野 巴勒斯坦是荒谷之地 转嫁了以色列民一年来首犯罪孽的三羊 由适和此相任务的人 引入无水无草的不毛之地 人们眼看着替罪孽进入无人之地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 我本该死去 但三羊替我的罪孽死亡了 罪孽的公价是死亡 三羊替我死了 谢谢你三羊 你的死亡意味着我得生 三羊被引入荒漠 以色列民被宽受了一年的罪 当你的内心罪孽被斩架到 守罪季身上时 你就被清洗了 就那么简单 也当你理解了 真理就是那么简单 三羊在地平线上消失 那人放走三羊后 独自也仍返回 以色列民全年的罪孽都消失了 三羊走入无水 无草的不毛之地 他带着以色列民一年来的罪孽 死亡了 罪的公价是死亡 神的意完成了 神牺牲了三羊 使以色列民得以生成 以色列民一年内 所有的罪孽都被清洗干净了 由于一天的罪和一年的罪 都像旧热圣经时代那样得到了赦免 同样我们的罪孽一次性的得到宽恕 是神的立约 死出于神的约 祂才为我们派来米塞亚 并赦免了我们终生的罪孽 这个立约通过耶稣的洗礼执行 以色列民一年内 所有的罪孽都被清洗干净了 由于一天的罪和一年的罪 都像旧热圣经时代那样得到了赦免 同样我们的罪孽一次性的得到了宽恕 是神的立约 死出于神的约 祂才为我们派来了米塞亚 并赦免了我们终生的罪孽 这个立约通过耶稣的洗礼执行 在新约圣经中重生与随和圣灵 为什么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 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兑现神的义 新约圣经中耶稣的洗礼 就是旧约圣经中的暗守 让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三至十五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周班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来到约旦河 结束施洗约翰的洗 他这样做就敬了周班的义 他受了约翰的洗 约翰是所有妇人所生当中 最伟大的一位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十一至十二节说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骨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施洗约翰是被神减赏出来的 是人类的代表 先与耶稣六个月出生 他是亚伦的后裔和大祭司 当耶稣来到他那里时 施洗约翰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里当这样敬周班的义 他的目的就是使人力脱离罪孽 使他们成为神的子女 耶稣对约翰说 我们必须完成重生日随和圣灵的福音 所以现在就为我施洗吧 于是约翰就为耶稣施洗了 耶稣理当受洗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因为他以最合适的方式受洗 我们才能正确地从罪孽中得救 耶稣受洗 使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驾到了他的身上 耶稣降临到世间 在三十岁时受洗 那是他第一次传教服务 耶稣清洗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兑现了周班的义 从而为传人力而牺牲了自己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以最恰当的方式受洗 将我们从所有的罪孽中解救了出来 因此兑现了周班的义 神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耶稣知道他要斩加人力所有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至死 但他胜从了神的旨意 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父的旨意是清洗人力所有的罪孽 并为全世界的人们奉献拯救 所以神的孝子耶稣就服成了父的旨意 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说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仇吃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各个地转嫁了所有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流血 看啊 神的羔羊 仇吃世人罪孽的 这只话见证了施洗约翰 你有罪还是无罪 你是义人还是罪人 这真理使耶稣斩驾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并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孽 什么时候斩驾到耶稣身上 耶稣在约翰和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 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以后 在一世和十世之间犯的罪 耶稣斩驾了那些罪 我们还在十一世和二十世之间犯罪了 但无论我们内心还是行为上所犯下的罪孽 他全部担当了 我们还在二十一和四十五世之间犯罪了 他也担当了全部这些罪 他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从生到死那一天所犯的罪 他全部带走了 看啊神的羔羊 除此世人罪孽的 所有人的罪孽 从亚当出生到地球上最后一个人 不管什么时候 他全部带走了 他没有选择谁的罪孽要留下 谁的罪孽不带走 他并没有决定只爱我们一部分人 他已肉身降临 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大家接受了审判 容忍地清洗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孽 没有人被排除在他拯救之外 世人的罪孽 包括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战架了一切 耶稣借洗礼和血 清洗了天下所有的罪孽 他借洗礼带走了这些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孽 接受审判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前说 成了 意思指人类的拯救完成了 为什么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肉体的生命在血里 血能为一个人的生命守罪 历未记十七章十一节 为什么耶稣必是受洗 因为他要斩驾天下所有的罪孽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念 就说我渴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耶稣虽然死了 但他知道旧约圣经中 神的所有立约 都借着他在约旦河的洗礼 即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完成了 耶稣直到守罪通过他完成了 就说成了 他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圣化了我们 三天后从死亡中生起 生入天堂 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 耶稣借洗礼 及其十字架上的死亡 清洗罪孽就是重生 与随合圣灵福音的恩赐 只要相信 你们所有的罪孽就得宽受了 我们每天做忏悔的祈祷 并不能守罪 守罪是通过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也老容易地赐于我们的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西伯来书第十章十八节 现在我们必须做的一切 就是信仰耶稣的洗礼 及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守罪 相信了你就能得救 罗马书第五章一四二节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祂因信 得进入现在所葬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除了信仰重生与随合圣灵福音的恩赐外 没有别的办法被证明是正确的 神律法的目的 靠神的律法我们能得圣化吗 不能 我们不能 律法只能让我们知罪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说 我来啦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它是仇斥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靠律法不能得圣化 它只能使我们成为罪人 神不是要我们圣从律法吗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说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在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律约 四百三十年后 神通过谋喜赐予以色列民律法 神赐他们律法 使他们知道在神面前什么叫犯罪 离开神的律法 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孽 神赐他们律法 使他们能认识到罪孽 因此 律法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神面前完全是罪人 有了这种认识 我们就希望借信仰 那重生于随和圣灵福音的恩典 重归于耶稣 这就是神赐予我们律法的目的 耶稣降临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 在神面前我们必须做什么事呢 我们必须信仰借耶稣而来的神的受罪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祂是仇斥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 由于我们靠律法不能得圣化 神不能用律法赦免我们 只能靠祂完整的赎罪 神让祂爱和共义拯救了我们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容不能处罪 但耶稣献了一次容忍的受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字十二节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因为祂受罪的工作已经完成 以无师再做别的事情 祂既不会再次受洗 也不会再次牺牲自我来拯救我们 既然天下所有的罪孽已被清洗 祂所必是做的事情 就是为那些信仰祂的人提供容身 祂现在正以容身 册封那些信仰祂的人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斩架天下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从而完成祂的工作 现在既然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祂就坐在神的右边 我们必是信仰主耶稣 以永远地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祂借洗礼和学 永远地使我们完美了 与神为敌的人 谁是神的敌人 信仰耶稣但内心有罪的人 神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字十三节中说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守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他的敌人仍在说 神啊 请宽恕我的罪孽 撒旦及其信徒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会济世寻求宽恕 我们的耶和华神现在不会审判他们 但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 他们会受到审判 并被判永远下地狱 神会忍受他们直到那一天为止 希望他们能悔改 并借守罪成为义人 我们的祖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为所有信仰他的人而死亡 耶稣会在某一天第二次降临 赦免所有信仰他的人 哦 请快来我的主 他第二次会降临 带走无罪之人 让他们在天国 永远地和他一同生活 那些坚持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 在耶稣返回地球时 天国内不会有他们的位置 在最后一天 他们会受到审判 并被投入地狱的火海里 惩罚正等待着那些 至不信仰重生与随和圣灵的人 我们的主耶稣把那些信仰 妙物的人看成是敌人 正因是这样 我们才必实与妙物之斗争 正因如此 我们必实信仰 重生与随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实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 既然我们的债务已经完全被偿还了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为罪孽受罪呢 没有 完全没有必要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五至十六节说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在耶稣清洗了我们罪孽后 他说 这是我与他们立的约 这个约是什么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首先我们按照律法 雇一种律法主义者的生活 但我们靠律法不能得救 后来我们认识到 耶稣已经拯救了那些内心信仰神恩赐的 谁和圣灵福音的人 无奈谁信仰了耶稣的洗礼和学 都受罪了 耶稣是拯救之主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战第四章十二节 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由于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 不能得救 耶稣拯救了我们 将在我们的新版上 记录下他已用爱和拯救之力 拯救了我们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容再为罪献祭了 西伯来书第十章 十七至十八节 现在他不再记挂我们的不义 既然他已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的信徒没有罪孽是要宽数了 我们的债务已经全部被支付 没有别的是要支付 人类因信仰了耶稣的行事而得救 他通过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拯救了我们 现在我们必是信仰耶稣的谁和血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请信仰耶稣 得熟罪比呼吸空气还要容易 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拯救就是信仰神的道 请信仰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有了这种信仰 那么拯救就是你的了 要符定自己的思想 相信在耶稣里的拯救 我祈求你真心信仰耶稣 整备与他一道过容身吧